大家好,我是孫韻喜 今日和大家討論三分鐘市評 今日市場令我想起一句古文 風消消在液水汗 當然,這風不是打風落雨的風 而是滙風的風 液水改為好油,更加貼切 為何呢?滙風的業績,昨天公佈 順預期,今天滙風很不行 一開就大裂口落 大裂口落,穿了上升軌 形勢都非常之惡劣 滙風這樣跌快,恆新指數自然不會又運行 只是滙風也拖離恆子跌8、7點 結果,全日計一度,恆市跌400點開外 全日計,跌幅稍為收窄,沒那麼淒涼 但跌成300點,收298點 收298點,收21923點 跌幅都比較恐怖 成交490億,當然不算多 現在這樣攪拌,會不會大家擔心 大笨象一去,市場就不行了 好有不復還 只看滙風,可能會有點害怕 但看其他事情,就不太害怕 起碼另一個匯,就不太差 所以另一個匯,就是匯市的匯 匯市,我經常看兩個指標 今天再看看,究竟情況如何 先看看澳元 澳元的啟示性都不差 尤其是早了兩年 這陣子,雖然與港股的關係沒有太密切 但都可以留意一下 澳元是怎樣呢 大家看到了 澳元,這個弧形的位置 弧形的盒子,上面四支竹 這四支竹,可以組成一個,不是太標準的早晨之星 雖然不是太標準 但早晨之星,大家一聽就知道 早晨,當然是好東西 早晨之星,是偏好的 另外,看看另一個匯 就是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這個包含更多 你看美元,對不同的貨幣的整體表現 你看到弧形下面這兩支,大家要留意一下 第一支,紅色這支,就叫洋竹 然後出了一支陰竹 這樣一組合,形成一個烏雲蓋頂 烏雲蓋頂意思是,美匯指數仍然是偏弱 美元仍然是比較弱勢 美元弱勢,我都提過多次 對港股氣氛是有利的 另外一個匯不是太差 債是怎樣呢,債是沒有圖體 可以說一下美國十年期國債 兩次升了兩來七的水平 它就回落,好像似乎雙頂 雙頂,就是偏淡 美國債息可能再次回落 這個形勢,亦不是差的 加上看股,當然會看完債看完更加多人要看股 股來說,先說什麼呢 常政指數,大家看到 複雜,好像複雜一點 幾樣東西,兩條線,兩個弧形 兩個弧形是什麼呢 好像做了兩個箱底 做了箱底,似情箱底 接著,這條紅色的線,斜斜下下降軌 似情箱底再破下降軌 即是先破下降軌 好像告訴大家,箱底形成的機會大 經過今天更加一樣 今天這條黑黑的藍藍的線 老花不是看得清楚 黑黑的藍藍的線 你看看,穿了這條線 這條線是箱底頸線 這兩個弧形底的箱底頸線 穿了,其實可以這樣說 箱底形成的機會大,是偏好的 加上看完國企指數 國企指數也是一樣 看到這兩條線組成什麼呢 其實告訴大家,是這段時間 蜜雜區的水平 今天一跌到蜜雜區,立即反彈 國企指數 雖然臨尾都要跌 但是,好像守到蜜雜區 不差 形成十字星 好像一個代變的走勢 形勢那麼差,就不太跌 好像有些支持的集區 亦是偏好的 綜合這麽多東西來講 再提到最尾恆生指數 雖然跌穿上升軌 紅色那條,不是太好的 但是,這個支持 藍、藍、黑、黑的線 就是支持的 只要守得住這條支持線 仍然走勢 仍然當作一個調整 不是一個太大的擔心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麽多 多謝大家